- 已經來到了衛星基地喔 那這邊果然我們看到VG是先擔任 我們的保衛者白沙是擔任進攻方潛伏者 所以也是期待一下 他們會怎麼樣的一個進攻方式 - 節奏果然是比較慢的 - 安可跟蜂蜜這邊呢是稍微往外拉了一點喔 兩個人是在砲台下 - 那在1柱2柱這邊呢我們看到是馬哲 馬哲一個人喔剛剛是稍微在B小房間往前看了一眼 - 馬哲選擇的是一個單臂的一個防守 - 然後中路這邊是選擇兩名保衛者來進行前頂的一個防守站位 - 這邊就是如果說對面打A去的話 - 可能傷亡的比較大 - 但是馬哲這邊一個人單手臂 - 他的一個對必須的理解就是 - 可能我只要開一槍我能跑掉 - 對 - 我還會抽掉第二個人 - 因為你不能去抓他你知道嗎 - 要麼就一波直接進去了 - 你只要讓他開第一槍讓他殺到人 - 他第二槍肯定基本上還可以殺到 - 結果他直接退到後面再守一波 - 所以很多隊伍其實在打這張圖的時候 - 以後就放一個狙擊手一個人單手臂 - 哎看這邊 - 一個瘋啊 - 一個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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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經三個人來到一朵後尺了 - 你進一步上來的話就要被打掉 - 貼著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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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穿鞋 真的吗 直接进来了 就这边我们看到安卡跟十八是各带走了一个 现在剩下石头跟Solo二打五 真的是凶 我刚说你这个第一时间你给他一个机会去进行回去 可能还开第二枪 对我们想到晃台场直接先抓进来 但是保守者的回防速度非常快 对 这边也是为我们示范了这个卫星基地 B包点一个完美的回防办法 那现在剩下石头跟Solo两个人 对面剩五个人 对 而且走不掉了只能打必须了 第一局打了一个perfect 哇 压力有点大 perfect 因为其实第一枪马德的那个点位他就是一起开一枪 然后没想到浩南是跳过去 第一枪没打到立刻就跑 结果浩南就想抓进来 急 急了 而且其实时间给了他们并不是很多 那没关系啦 反正是第一回合而已 而且今天打的是BO5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 浩南跟Solo是来到A小道这边 要来稍微先清一下 慢慢来嘛 不用着急 嗯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白杀五个人 其实都已经来到中路大王乡的附近 做个集结了 绿豆战高高哦 想要抽一下A包点里面的人 看他们抽掉这个A小梅 但A小梅 A小梅并没有漏啊 刚好这一局我们看到V这五个人 虽然是比较厚点的一个防守 大家都不漏 18这个身法真不错 好 后面这边就已经看到了 直接是被浩南打掉 直接是被浩南秒掉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包点我直接也是被秒掉 长军直路小刷屏 一波刷屏只剩下马则一个人 对面剩三个 马则一个双杀 马则拿来是这个雷神 激动性会比较好 哇一打二有机会 他这个要V的话就1v4的一个残局了 对 啊直接是绿豆已经架好了点位 直接是把马则秒掉了 他现在是1比1 打平 打平 他以为马则是G 这边听到百下这边也是有在讨论嘛 这边听到百下这边也是有在讨论嘛 这边有些讨论 就是刚才 其实并不需要把这个局面变得这么的紧张 对 点点一个1打2 可是刚刚这个A包点的进攻正式做得不错 一进去之后呢 是迅速的刷屏 把手A包点的VG队员全部殲灭 哦 就在经典了 不错 哎Solo这个跑过来不好吧Solo 这边我们看到一换二 VG这边是比较吃香的 哇这个绿豆 哇这边石头姐准掉了中 正如皇香的马哲这一枪真的是 没有看懂 哇这边石头跟绿豆两个人的配合 包括绿豆这个藏技能的这一枪 那两枪真的是 这个绿豆真的我今天想说 主要今天那个比赛的圣经 我觉得还是看绿豆能不能第一时间扣掉人 或者说第一时间的帮 队伍创造这样的一个优势 他刚的确了 一开始的那个双杀真的是太帅气了 尤其是第二枪我真的了 就有点像 有点像七零的在那个港口的第二枪 甩那个A包点上面那一枪 那一枪没看懂 这个都没有开出来直接是把那个甩掉了 真的没有看懂 所以说这个巨神之间真的是不懂 这一次有可能要在A小道的房间这边进行开战 刚好呢两边都是三个人 看一下 哎绿豆来进行扣点 啊三打三 开车了 看一下绿豆 直接拉出来 念旧是打掉一个人 要不要直接够要抓 安可补养补掉一个 这边手枪再打一个 VG这边完胜啊 在这边一个三打三的小配合做的不错 非常完美的一个配合 看一下维维跟石头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VG除了念旧大残之外 其他人血量都还足够 真的 你在弹架看呀 四个男人下把来弹架 他把我去穿过去 再等我清点 维维也非常的小心 维维跟石头两个人 嗯 应该还在讨论刚刚这个A小道进攻小房间的时候 三打三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换到 刚才可能也是有说到 可能绿豆说我之前没有漏点啊 对面是直接拉出来了 没办法 哇 这两个人还是集结从A小道这边过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VG是后撤了 哇 这个时候真的 念旧来不及反应 秒秒秒秒 三多秒打 哇 这 真的是准 他死的也秒掉一个 一发 但这边还是由VG取得的顺利 所以这边的比数又打停了 2比2 2比2 其实我觉得 呃 要不是之前一个15可能就是现在一个3比1这样的一个 嗯 一分领先了 因为刚才那一分绿豆靠 石头跟绿豆两个那个发挥也是扳回了那一分 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比数要不要继续来进行长队的一个卡点 这一次不会再轻易的来到小房间里面 应该不会再来了 如果再轻的话可能要4个人了 嗯 可以看到马子这边也是往回拉拉回A包点 在这个阿珠的位置来架一下这边的炮台 要不要尝试往B包点看看呢 哎炮台这边应该有点几啊 这边还是架一下地区 把绿豆就留在这个炮台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 包应该是要往A柱柱这边移动过去 哦 是18 18手的这个B包点 马哲直接是抽掉了绿豆也是在A包点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马哲要进攻有点困难了 鞠手掉了有点难了 嗯 这一枪没有抽到但是也是让他看到人 公米这边是准备好了 马哲又抽掉一个 哇马哲再抽掉一个单局的一个三下了 剩下石头更solo 石头这边走不掉了呀 这边被打了一个背身 剩下solo一个人 这一波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进攻被马哲一次抽掉了三个潜伏者 镇守A包点功不可没 其实他刚开始打掉了第一个人之后 他可能以为对方会往B跑过去 对刚才说B小心嘛 那蜂蜜都准备好了 一直在这个B门附近准备好 这边是抢了一波B点 我们来看一下马哲又是一个人的单B 应该要走 走走走走 还好这次他不孤单哦 还有18过来陪伴他 但是这边四个人 四个人集结了 马哲应该是开第一枪窗口的 好好好那这边跳过来要从窗口出吗 18也是不练战哦 我们赶快往后撤 通知其他的小伙伴 这边也是临走时间打掉了这个 浩南90 应该97 98这样的一个血量 现在浩南大残 看一下马哲架的这样的一个点位 还剩4HP 感觉一出二出今天 这边是跟绿豆换起了这个狙击枪 因为自己的这个血量并不是那么多 我这个兄弟你下来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啊 这个跳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我看也是 基本上不露这样的一个点位 说明应该是单人来进行中路的一个前顶 应该只有他一个人 胆子拉的很呢 再拉出去看到石头了 再拉出去看到石头了 石头 石头结巴都秒掉了 我现在是一个5打4 5打4 刚刚说自己血量并不是那么多 但是没有关系 人数还是有领签 但是5秒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胖南在炮台里面 现在是属于整个放手B区 B区是没有人的 但是对面就是要打你H H人很多的 三桌三桌三桌 先收了绿豆 安可收掉石头 安可 小袋有 B一个小袋一个 好笑 多了D先秒掉18 没时间了 A包这个只要拖住 只要拖住就可以 不用杀人了 现在不用杀人 剩下3秒 2秒 1秒 没办法了 这次他最后10秒 都包掉在M1 没有办法了 这个时候我以为只能去抓念旧 但是念旧 他只要那时候围走 没有死就赢了 现在比分来到了4比2 这边VG是已经连拿了3分 如果再拿1分的话 你觉得白虾会不会喊出一个暂停呢 再拿1分真的 我觉得要喊一下暂停了 因为其实每张地球都有一个暂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让他们缓解自己的一个压力 包括说 可以讲解一下自己的一个失误 对 又是想要从A小道这边来进行攻击 这边是安可跟蜂蜜两根双架 绿豆也过来了 绿豆也过来了 这边黄南 Solo想第一时间直接上 但是安可是秒掉 这边绿豆是架起了狙击 看蜂蜜能不能跑掉了 两边各有一个 这时候就千万不能漏 真的 嗯 绿豆的话应该是让 这个 副枪手应该去抓一下吧 鱼头这边打掉了18 鱼头应该是 在哪里打掉的 应该是没有看到 那现在又是一个4打4 但是血量上的话 危机的血量还是偏残一点 第2时间又回来了 哦哟 刚好VG这两个人 就回到了A包点里面 安可跟蜂蜜两个人 那个防守 现在小刀是三个人 马哲应该是要来到A狗了 对 已经准备好了 绿豆这一架很关键 A包点不好打 浩南带头先摸了 进来 这个浩南直接是秒掉了 但是现在是安可看安可这边的状态 打掉了维尾 马哲A狗打掉浩南 哦这边马哲 我们看到从A狗再一次带走的绿豆 现在只剩下石头一个人 哇 这个安可直接是小笑笑 直接是穿透了这边的石头 那这一分再次被我们的VG拿到5比2 哎 真的是要暂停了 应该是暂停了 听到这个音乐 然后看到选手手 是离开的鼠标跟键盘 喝了一口红牛 补充一下能量 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那这边呢来看一下 白虾这边真的需要讨论一下 不过有一说一的石头真的是很准 就该杀的人他刚才都有杀掉 没错 但总觉得就是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就是前期要么是吊人 要么有的一波静静一雀 就是总是被对面 一下子被刷掉了 可能赢的这几分 都是依靠个人的一个能力 是 所以我觉得依靠个人 个人能力取得胜利的 那都不是其实取得胜利 还是要团队的一个配合 其实尤其是如果说 你是跟一支比较浪的队伍 那你其实用个人能力 其实很容易帮队伍去取胜利的 对 因为对方太浪了嘛 但是就怕对面很稳 VG很稳啊 真的很稳 每个点位他都很稳 他不会去浪 那这时候就需要你 团队的一个配合了 并不能全依靠个人能力 因为个人能力 你可以拿一分两分三分 而且VG这边的个人能力 也是很强 我们可以看到马哲 哇 刚刚在这个A狗 A狗里面抽掉了两个 真是帮队伍立功的 一开始要进来的时候 就先抽了一个 然后最后再把绿豆给抽掉了 包括他其实在之前那一局 也是在爱宝典有弹击 一个三沙 对 就没有让对面打下来一局 那时候他自己心里都还以为 对方要打B了 对啊 一直在喊 必须小心 必须小心 在这样的一个分神要指挥的状况之下 还可以三沙 真的是不简单 看出马哲这名老将的一个实力 亲眼比较丰富 真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王斌 王斌也是在现场陪伴着他们 这边还是白虾这边是稍微的讨论一下 还是小的一些细节出错吧 我觉得高手过招真的是在这个好里之间 其实白虾这里就是那么一边边差那个0.0几秒的一个配合 其实整体来讲其实V打的蛮不错 看一下这个战定以后吧 他们要做出怎样的一个改变 我目前的比分是来到了5比2 三半场就剩下最后两个回合 这两个很关键 因为现在分差已经有三分这样的一个分差了 你再把这样的一个分数扩大的话 我觉得下半场真的不好打 这边是Stoe在跟这个VV在讲一些 可能我觉得刚才的一些对面的一些站位 包括他们的一些小细节 也像刚刚当中有一个回合 好像是第四回合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刚好BG这边是压到了这个A小道的房间三个人 然后呢白虾这里也是三个人从A小道进行进攻 也被刷掉了 两边交火对 一个都没有换掉 那一分我觉得关键点在于念就非常非常敢干 他第一天打掉了绿豆以后直接拉出去 然后包括安可也直接帮忙去补伤 一人补掉一个直接一下把对面给刷掉了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绿豆可能真的是 刚露一个枪头 嗯 也就连拉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胆子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因为绿豆这边的四脚 他没有看到人的 他说刚刚就说了 对 对 我没看到人的直接直接拉出来了 对 直接打得莫名其妙了 好那这边感觉是队伍都已经重新调整好了 那马上就要回答我们的比赛 目前的比数是5比2VG领先3分 币豆刚刚那两枪真的是很坏 但是呢 既游行这两枪 对 还是需要一下这个队伍的配合 好我们回到比赛哦 现在打的是上半场的第8回合 第一时间也是抢了一下B区 我们来看一下 正房B啊三个人 这边是选择先是 拿狙一枪再这样的一个点位 包括后点是有两个步枪 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把马车给打掉 算了 如果再打狙一 他会转吧 应该会转不会再转 他们应该是等一下烟雾 4个人集结要过来了 来了 但是这边中B啊 三个人 你怎么发现白沙间打哪 哪里就中防 就那么刚好 没办法的 马车先做一个前期的一个吸引 哇 封面先打掉了维维 这边根本就个铁桶剩进不来啊 对啊 马车这边还帮你架好枪 怎么办 现在是一个4打2 你看我这边封面我不漏点了呀 我架好点了 你只能从窗口这边过来 那绿豆跟solo两个人 怎么办 也是依靠了自己的一个毒点 取得了这样的一个优势 现在只剩下绿豆跟solo两个人 solo是放的 哎 这边进不摸进来了 刚好 A包点这里 小门先看一下 有人啊有人 在上面 来不及 这个点位你没办法 你怎么会守在这样的一个点位呢 没关系 现在还是一个3打2 人数有优势 这个被RV4了就很难了 RV4的话气势上会受到影响 好 A包点没有人 现在是一个下包的好时机 我们来看一下 念就要回防了 好 solo这边双杀有机会 2打4变成1V1 1V1 哇这边2V4 绿豆跟solo solo真的是依靠自己一个人 打了三个 是 牛皮solo 这个残局真的是 依靠solo跟绿豆的一个判断 还有个人能力 帮助他们拿了这一分 就是我 我首先觉得那个点位 Anker你站在那里 首先Anker那个点位 你EGO你放了 要不然你就全放 你直接都手 我们就手臂得了 你放这个点位 你下面来人 你肯定看不到的呀 这样被solo打一个2V4 我觉得气量会有一些压力的 那这一分有可能 白菜有可能连拿分 尤其我看到念就那边 两个人的一个小配合进攻 没有想到是被solo给双杀 真的是气势上会被影响 看一下这一分 到底是5比4做结 还是6比3结束上半场呢 又是4个人 从1出2出这边要进攻 但是这边应该是通过上一回合 现在开始缩防了 没错的确实是一个后点防守 我觉得真是因为 可能上一分的这样的一个丢失 现在是全面的一个缩防 气势上有些打压了 毕竟从一个4打2 然后打到之后变成1V1 这一次B包点呢 VG是放了3个人做防守 来看一下白菜这边是准备怎么样 58秒的时间 58秒的时间 包也是在这个B区的位置 应该是要回去拿一下包 时间要控制好 好 南跟薇薇是已经准备好了 这边是A区的骚扰 马哲这边是被他打了一个大残 然后直接打B 这边手雷扎死了 DK了一个 DK一个有点尴尬 但是没关系的是 队友的一个帮忙 现在念旧 哎 剩下马哲一个人 没办法 这一分我真的 我刚刚有说到 真的是因为上一分的这样的一个气势 你这一分 全面的一个缩旁 以至于这边直接是丢掉这一分 5比4连击了两分 那这边SOLO在A包点做一个牵制 也真的是相当的到位 那我们看到 最后的比分是4比5 白沙这边是只有落后一分 而且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绿豆的整个的一个防守 更倾向于它的一个防守的一个能力 包括 当然我有看贴吧 贴方说 绿豆的防守能力会高于它的进攻性 所以说很期待 攻守呼唤以后 绿豆在这边担任保卫者的时候 他要怎么进行一些防守 怎么来在第一时间 来抽掉担任潜伏者这边的危机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VGA这张地图担任定攻方潜伏者的时候 它的胜率只有28% 那担任保卫者的时候拿的分数不是很多 目前是拿到5分嘛 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分数 只能说 就是一个及格分 师叔 现在我觉得 赤面更倾向于白沙这边 他们现在的气势 完全是通过solo的那样的一个残局 包括在之前 绿豆那样的一个那两枪 打出来这样整个的一个气势了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VGA是已经三个人快速的钱压 来到A小道的房间 刚好这边没有人 但是绿豆想要出来看一眼 一换一 还好换掉了 对 还能接受 那A小道这边是轻了一下之后 是不是 要转呢 好 蜂蜜这边带着包 是跑来A小道跟自己的伙伴会合 smoking bomb 我们来看一下VGA这边选择三人的一个抱团 果尾这边是应该是蛋的一个 首当其冲啊 首A区 看一下这三个人的一个进攻啊 这边直接进了 特程直接是秒掉 但是马哲这边补枪补掉非常快 马哲拿的是步枪 哎果里面有人 哎这边安可直接是秒掉两个 等一下石头一个人 石头一个人 对面是剩两个 这边包已经是安防到了A区 我们来看一下 马哲跟安可两个人的一个配合 安可刚才三桌很准 先是准掉了A狗 再准掉了这个A门的一个保卫者 漂亮的双杀 哇直接又是安可 安可这一局单局的一个三杀 扩大 扩大比分 6比4 刚那一分其实打得还蛮快的 其实 对 现在第一时间是小道的一个互换 一开始很快三个人就小道前压了 然后先抓掉了绿豆之后 这边可能本来想说会不会要转点 或是去一桌就住这边再去看一下 但没想到包就来到A小道 就从这边打出来 比维维第一时间也是有先击杀一名 但是很可惜没有办法再制造更多的优势 这一次 可能因为刚刚是VG A小道一个快速的进攻 他们是三个人放在A小房间这边 其实从中路已经杀过来了 又是安可 但是这边 对 要回来打H H是三个人的一个前景 直接就走场一个 那这边直接可以下包了 H空的 把握时间 把握时间 这三个人应该刚是还走到了藏经阁附近 那这边回房是稍微晚了一点 18是打掉了绿豆 直接来小道是抓掉了绿豆 但是这边小道还是那么多人 包心来没有下去 这边手雷是炸掉了马哲 3打4 是的 石头这边大残 看下巍巍 第一天怎么秒掉一个 先给A狗下一个手雷 18是打掉了石头 浩南过来跟阿姆配合 安可又是安可 安可今天状态特别爆啊 这边封面也是补掉的 这边先是下半场打了一个2比0的一个大的分差 现在是一个7比4 安可真的状态非常好今天 今天也是跟练轿小聊一下说 前段时间都是嗨嗨上嘛 最近都是安可 他说安可最近状态特别好 我现在真的完全感受到 能看出来他现在有一个状态 你知道就是嗨嗨是比较外向的 然后安可总是很安静 这边依旧是选择了这样的一个 又选择了这个3的一个手道架点 就这么看准 BG会从A小道进攻吗 这边其实是都聚集在大黄乡的附近 5个人其实都是在中路 又是要从中路突破 刚才就是一个中路的一个突破 对 先是来到BG最后来回转点以后 还是决定打H了 一样套路啊 好像打B这一次 哇这局打B的话 打B了 我打B很伤啊 B只有一个人 BG是浩南拿起的炮 1 嗯 维维是打掉了18 速度很快哦 我们看到这边BG的队员也是有回到A包点 马在这边打掉了维维 我觉得这一分很难 因为对面 白下这边是小道有两个人在接脸 已经架好了位置 你这个包不敢下 要不然随便下个包好了 还是不敢下包 真的不敢下包 应该想再多抓一个人 想再抓一个就可以 对 我觉得随便下个包好了 是不是 真的吗 那万一被打呢 你负责 他他下中间这个包不会被打到 你看 我是只能下这个包 因为这个包别人打不到你 因为你小道没有亲赶紧 不敢确定小道有没有人 我这个点太大胆了吧 蜂蜜也 蜂蜜要不要 真的这个点有点大胆 因为小道过来 就是屁股这个面是朝别人的 一个全身位 现在是依靠这个投资道具来拖一下时间 时间剩下19秒 哇这个绿豆 面九 面九 马哲 蜂蜜的一个 哇一波刷屏 蜂蜜 蜂蜜在二桌的位置 一个刷屏 那现在是帮助 整个VG拿到了8比4将的一个差距 领先4分了 谁说他们潜伏的胜利 挺高的 挺高的啊 挺高的啊 挺高的 表现特别好呢 对啊 刚想说 蜂蜜是不是 就是有点小冲动了 他其实想看一眼 被绿豆带走了 我觉得这边是应该 百下不该做 就是刚才那些 主防点位了 刚才就是一个B区嘛 应该不太 应该做这样的一个点位 还是常规的 不要再三个人 A小道往前压了 我觉得常规的防守 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就像VG上半场一样 其实就是一个 常规的后点防守 还是看一下这边 绿豆能不能第一时间 我觉得是 给出一点优势 你们发现好像VG 目前还没有从 一柱二柱进攻过 都是从A小道 或者是中路 就直接中路 直接开车了 对 一眼不合就开车啊 这一局我们看到 还是要从中路过来吗 三个VG队员 从中路这边 已经来到大黄乡附近 哎 在中路连接这边 有可能会相遇哦 这边幽然可 直接是秒掉 维维应该 好 维维这边是 来了一个双杀 还不错 扳回了这样的一个 刚才的劣势 但是这边直接秒掉 哎这边B还有一个炮男 炮男 炮男今天是补掉绿豆 也打掉一个呢 现在只剩下 没办法 没办法 18个绿豆 就喜欢看这样的餐具 1V1好大 18这边捡起了包 结果绿豆 比较好看 绿豆是从1住2住这边 往外找 刚好18呢 这边是 从中路直接前压 是要来到B包点吗 他就要塑干净每个点位 我觉得 赶快去下包 但是绿豆里面还在比 哇 绿豆要拿炮的话 就一颗的机会啊 一发 哎 换步枪好像 换了吗 啊从地上捡起了这个 对 哇 就可以18 关键 关键点位 我觉得18占优势 但是 绿豆把翅膀给打死了 直接是秒掉了 人生说他们的判断相当的精准啊 8比5 追上了1分 这也是下半场 攻守交换之后 白鲨第一次取得胜利 接下来这分很关键 如果说VG拿到 现在就是一个赛点了 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让VG拿到1分 先拿到1分以后 我心里就吃了一个定心丸 嗯 我念就这边 啊兄弟 哎 这个圣网好不能这样吧 直接开车了 哎怎么让年纪最小的开车呢 不是通常到年纪大的开车吗 他们有拿到驾照好像 对啊 这就有点 小心翻车真的 看一下 哎 维维这边是放手小到 看到人了给了个摆 哇 你就是很大胆 直接是补掉了年纪 搜到这边 打掉马哲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安可从A狗下来 也是补掉的 现在只剩下18 难了 一打五 总要出 五 速到 先打了一个已经不错了 但剩下7滴血 8比6 刚才那一分其实关键 我说你这个不是老司机 是不是 你不是司机 你敢乱开车 就没有驾照 不要再车折他了 我就翻车了 我刚才是真的说 但你们老开车 他一定会羡慕的 他一定想要开一波 他就翻车了 下一波肯定不能让他走第一个了 刚才第一个人是 韦韦非常精准 直接打掉的念旧 包括Solo应该是 埃狗补掉了一个潜伏者 那这样的话 整个H是被保护者给控制 你就不太好进攻 这边 还是试试看别的跳路吧 打B这一场 诚挚推荐 还是让喜欢 从中路这边做集结进攻哦 还是觉得这个中路的进攻还是 这次是安可吗 安可带着包我走第一个 不过今天他手感是真的很好 小妹是有一个直接秒掉哎 没没没没没没没有带走 这让他跑了 好安可这边打掉了绿豆 再打了个Solo 是一个双杀应该是可以下包 下的这个包也是跟队友交流一下 并不是炮呆包 我们来看一下三打三 不管是A狗正门或是A小道 其实这边我们可以看到VG 都有人在看守着 A狗这边要交火了 18 双杀 现在石头没办法了 这个二桌的一个三杀也是帮助队友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赛点 9比6 哇18 刚才那个谈局树了很不甘你知道吗 对 而且对方还说我就知道他在那个桌子啊 爆发了 直接一个三杀9比6 这一分太关键了 第一局的胜利到底是属于哪支队伍 哎 哎绿豆第一时间是抽掉了马哲 哎双狙好难也是聚集 石头的 感觉双狙现在是一个流行哎 每一个队伍都要练一下 波密从藤静哥这边一向来 马上就被石头给发现了 这难打了三打五 把这边要对枪 想请求一下对枪 但是对面好像不给机会 对面想求稳 啊 solo躲在这个地方真的 小心机 轻机搜 会不会有人过来呢 结果人家是从一柱二柱往前顶了 有没有看到 solo在藏金阁 其他白杀队员是在中路 但人家其实从一柱二柱进攻了 来看一下浩南的防守 哎不错先抽掉安可 这一局感觉立局走远了 看一下去看电视这枪 他想跑哎 浩南想跑 一下他一个人 直接炸死了 EVR是有机会的 可以下包 他不急 先看了一个 下了下了 我先进来 哇这唯尾直接是把他给秒掉啊 9比7 我看到他带包的我来帮我以后打死一个 满面了我 有点悬 很难讲 说不准了现在 真的有点悬 我觉得这一分可能位置会选从中路来进攻 他们在中路的进攻胜率很高 是没错 但是你看到白鲨刚刚是三个人中路也潜压了 有针对了现在 对 所以现在中路进攻有点危险 哇这各种手雷啊 因为看到你压了 我这边就是各种道具 道具往这个皇上可以丢了呀 直接先炸死了绿豆 看石头有没有机会偷倒人 一个 哇这个 亏大了亏大了 还好安可这边补掉啊 要不然差点就是一个三杀 那这样的话 虽然说第一时间绿豆掉了 但没关系石头这边是弥补了这样的一个差距 对于VG来说呢 那这边其实一开始进攻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 但还好不管怎么样 包还在身上 三个人一个抱团 很小心的 直接第一时间秒掉了solo 我们来看一下浩南这边是给了一个反白 拖延他们进入A包点的时间哦 18把他打掉了 18把他打掉了 只剩下薇薇一个人EV3 新人小将 这一分拿到我觉得你的幸福就在了 对 你的安娜大虾就在我们的镜头前面帮你加油 就是不漏啊很烦 他找不到最后一个人在哪里你知道吗 你看这边非常聪明的一点就是说 我这边安可我第一天看到你的我就蹲下来 我不让你知道周深在哪里 结果这边他想抓安可的时候 小刀这边拿着把它补掉 那这边也是帮助VG拿到了最后一分10比7啊 必须说这一分其实拿得不太轻松的这个大分 确实就是都有拒绝我感 包括甚至中间都有太监点追上这样的一个比赛 但是下半场空手空弯以后 我发现V这边当时前部的时候 前三分拿到非常地关键 他们的战术正好是跟白亚这边战术相克 对 中路直接打的话白亚每一次是三手道 但这边我们看到白亚就是立刻做出一个调整 也是开始会把他们的防守放到我们的中路这里 甚至中路可能会前顶 但我们这边可以看到VG 其实他们对策也是挺多的 最后还是拿到了卫星基地这张地图的一个阵列 然后第一张地图就可以感觉到今天这个BO5不简单了 真的我觉得是有看头了 应该搞不好会五场